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秋高气爽 在温度的部分 北部地区白天温度21到29度 中部地区是22到33度 南部地区是23到32度 东部地区是22到30度 澎湖地区是26到30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 宜兰 花莲都是23度 台中还有台东都是25度 台南跟澎湖26度 高雄24度 最近虽然东北风稍微的减弱 水气稍微的减少 但是秋天带来的比较凉的空气 在清晨人就在很多地方 包括了苗栗 桃园 新竹等地 都会有20度以下的低温 所以提醒大家 清晨活动的朋友们 要特别注意保暖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 在昨天原本乐观地认为 美国联准会开完会之后 应该会利空出劲吧 结果美国所公布的 会后的记者会 以及利率点撞图 这是最重要的 这里面凸显出来 美国联准会现在的态度 是更鹰派 不只是这一次升息三码 甚至于未来11月 都有可能要再升息三码 那么12月 目前看起来 若11月升息三码的话 12月都有可能要继续升息 2到3码 所以是一个极鹰派的表达 所以这使得市场在联准会 公布了利率点证图 然后记者会后 立刻翻黑 而且是收在今天的最低点 我们来看一下数字 道成工艺指数 最后下跌了522点 刷盘指数是 30,183点 跌幅1.7% 纳斯达克也大跌了204点 刷盘指数是 11220点 跌幅1.79% 标普白指数下跌了66点 收盘指数是 3789点 跌幅1.71% 费城半导体也下跌了24点 收盘指数是 2514.96点 跌幅0.97% 台股相关的ADR受到的影响 也是全面的收低台指期的夜盘 因此大跌了158点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美股期货的这一个 盘后的期货盘 目前还在继续的下跌 标普下跌了0.52% 纳斯达克下跌了0.67% 而道琼目前它的期货盘 是跌了0.3%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油价 今天凌晨的时候 油价原本是上涨的 因为这市场现在受到了 两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个是俄罗斯宣布局部动员令 所以俄乌战争再升级 这个使得全世界的原物料行情 相当的紧张 那么但是在美国联准会 公布了它的更英派的一个 利率决策 以及它的货币政策之后 那么油价就立刻翻黑 纽约油其货价格下跌了1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2.90美元 跌幅1.19% 创下了今年9月7号以来的最低 布兰特原油下跌了0.79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9.83美元 跌破了90美元 跌幅0.87% 而且创下了今年9月8号以来的最低收盘价 至于在农粮价格的部分 那么也同样的是在美国联准会的货币政策 一出卤了之后呢 就开始下跌 不过小麦还在继续的上涨 主要小麦呢 还是受到了恶物战争升级的影响 好 芝加哥黄豆期货下跌了1.2% 小麦的期货上涨了0.8% 芝加哥玉米期货下跌了0.9% 所以在黄金的部分 虽然美国联准会的货币政策如此音派 可是呢 黄金因为在恶物战争的这一个避险需求下呢 仍旧是上涨了4.6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1675.70美元 涨幅0.28% 不过因为黄金呢 它的这个纽约的黄金货币货价格 收盘的时间比较早 那么联准会的影响还没有真正的呈现 估计今天还会继续影响 包括了黄金还有其他贵金属的一个走势 那么至于在纽约黄金 纽约白银期货的部分呢 是上涨了1.55% 那么铜的期货呢 则是下跌了1.03% 把金的期货下跌了2.17% 好那么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在两大因素 一个是更紧缩的货币政策 美国的更紧缩的货币政策 另外一个呢是俄罗斯将要让俄乌战争 再升级两大因素的刺激之下呢 美元指数呢 大涨了1.1个百分点 来到1.111.32 这个是创下了20年来的新高 这毫无疑问的 是创下了20年来的新高 好至于在欧洲 欧洲股市呢 其实在收盘的时候呢 还没有真正的看到美国联准会的态度 所以当时呢是上涨的 那么英国金融事报百分之股价 指数上涨了44点 涨幅0.63% 法国巴黎政商公会指数上涨了51点 涨幅0.87% 德国弗兰克福指数上涨了96点 涨幅0.76% 好接着我们当然就是要先从 美国联准会的最新决策开始说起 好升息三码其实这符合市场的预期 不过呢 我之前其实就跟大家提过了 重点不是升三码或四码 而是从它的利率点状图当中 去凸显出美国联准会的决策官员 究竟对于未来的升息 要升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而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呢 联准会呢 目前的计划是这个现在升息三码 那么同时呢按照利率点证图的话 到年底之前可能是要升到4.6%左右 换句话说呢跟现在相比 它还要再升息七码左右 六码左右 所以也就是说呢 那么11月可能要再升息三码 而12月可能要升息二到三码 那么到明年初呢 估计最高峰的时候呢 它的中值估计是4.6% 所以明年初还要再升息 而什么时候可以降息呢 估计要到2024年 所以从利率点证图来看的话呢 它是一个比市场预期还要 鹰派的一个利率发展的一个方式 然后呢第二个呢是 它呢降低了它的经济成长率的预测 这样的幅度相当的大 将美国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从成长1.7% 大幅度的下修为只成长0.2% 现在已经9月底了 所以联准会呢 其实看到了一些经济数据 经济成长放缓 甚至有衰退的疑虑 而明年的经济成长率呢 也下修 从原本预测的1.7% 下修为1.2% 后年的经济成长率也下修 那么通膨的部分 其实它的预测是下修的 那么将它的今年的 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的预测值降为5.4% 不过仍旧远高于联准会所设定的 2%的目标 更重要的是鲍尔在记者会上面呢 所说的话 他特别提到就是他在 Jason Ho里头呢 其实有提到说 现在呢联准会为了要 抑制高通膨的决策 可能会让美国家庭跟企业 感到痛苦 他进一步的阐述 什么叫做痛苦 他说他希望呢 能够有一个无痛的方法 来降低通膨 但是没有 现在没有这样的方法 更高的利率 放缓的经济成长 跟疲软的劳动力市场 也就是更多的失业 对于大众来说 都是痛苦的 但是如果不采取紧缩政策 来抑制通膨的话呢 对于市场上来说 会造成更大的痛苦 好 所以呢 从这里面的这个讯号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更阴壮的 就是更阴派的升息路径 更多的痛苦 更低的经济成长 甚至于更高的衰退的可能性 好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 美国联准会的态度 所以之所以造成美股由红翻黑 最重要就是 从这里面所透露出来的信息 其实从他的会后声明来说 跟9月份 跟7月份的声明 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呢利率点赚图显然 是凸显出了这个问题 好 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 包括了债券天王的钢雷克呢 说如果再不放缓升息 不掉的话呢 美国经济已经是 濒临到衰退边缘 而有末日博士之称的 罗比尼呢 很早就预测到说 全球可能会陷入 惨烈的衰退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有太多的企业 跟太多的国家 借了太多的债 所以在利率这样子 快速上升的情况之下 会有更多的僵尸企业 僵尸机构 僵尸国家 僵尸家庭 影子银行 都可能会面临 倒闭的压力 好 这是罗比尼的预测 那我刚刚提到说 从利率点赚图来讲 美国联准会现在看起来 最高的升息幅度 是4.6% 就最多会升到4.6% 那么但是呢 美国前财政部长 Sommers呢 他认为 美国若要真的 意志通膨的话 可能最高 甚至于 他的最高利率 要升到 破百分之五 这是Sommers的预估 好那其实不止Sommers 包括了像 德意志银行预估 最多可能会升到 百分之4.9% 荷兰恒作银行 也预测 最终的目标值 其实是百分之五 好这是我们看到 美国联准会的这一个 这一个会后所透露出来的货币政策的一个讯息 在金融市场产生的冲击 另外一个对市场产生重大冲击的就是普京 昨天呢发布了局部动员令 要征召30万名的后备军人上战场 如果配合前一天呢 那么俄罗斯现在目前占领的顿巴斯地区 包括了卢干斯克 还有顿内茨克 以及呢 克尔松 还有扎布罗热 这四个地方呢 要快速的举行公投 希望能够加入俄罗斯 这些讯号都显现出来 俄罗斯将要让俄乌冲突上升升级 那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全世界的粮食 可能通膨产生更多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呢 有多家的农业机构呢 都已经预测 今年呢 因为干旱的关系啊 美国股物都欠收 现在美国农业部呢 已经将美国的玉米的产量呢 调降 比八月份的时候呢 调降了3% 比去年的大幅度的减少8% 黄豆的产量也比八月份的时候的预估 少了3% 所以呢 小麦黄豆玉米 小麦受到俄乌战争影响最大 而黄豆玉米 美国的产量可能不如预期 这也会使得全世界的粮食价格居高不下 那么引发的当然就是罢工的风潮 英国的两大铁路工会啊 宣布从10月1号开始要发动罢工 而南韩的现代钢铁呢 因为在薪资谈判当中不顺 那么也提出了警告 将要举行罢工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欧洲的能源危机 德国现在呢决定将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商 收归国有 避免这样子的一个能源公司倒闭 引发德国更严重的能源危机 而英国呢则要撒 450亿美元的纾困计划 让企业的发电的这个成本 比现在整整降了一半 但能够维持多久啊 其实呢还要看战争持续多久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亚银呢 将亚洲的开发中经济体的展望呢 往下调降 那么从原本预测的4.6% 调降为4.3% 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大陆啊 动态清零的结果使得它的今年经济成长率 亚洲银行呢 从原本预测的4% 调降为3.3%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陆港股的部分 陆港股的部分呢 昨天都是下跌的 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5点 跌幅0.17% 深圳城市下跌了75点 跌幅0.67% 不过香港恒生指数呢 则是大跌了1.79%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那么腾讯的大跌啊 腾讯虽然今年以来呢 大幅度的买库长股 他购买库长股的回购金额 已经达到了23亿美元 可是人就无法阻止 腾讯的股价在昨天呢 跌到了将近4年来的低点 大跌2.5% 那么因为华尔街日报报导说 腾讯公司正在进一步的出售 它的相关资产 那么希望呢能够这个筹措资金 来购买更多的库长股 好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香港的大跌的主因 好那至于回到了这个台湾的部分呢 台北股市呢 昨天在美国联准会升息前夕 开平走低 最后收盘的时候下跌了124点 收盘指数14424点 跌幅高达0.86% 成交金额放大到1774亿元 不过呢 那么然后这个新台币呢 持续的贬值 不过我们看到今天凌晨 因为美国联准会的态度 看起来更加硬派 我刚刚把他的这一个 利率点状图所凸显出来 他对于未来的还要继续暴力升息 这个预期 使得这个美国股市的下跌 那今天在亚洲股市 股汇市势必都会产生重大冲击 休息一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感谢观看